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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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進入高中數學學習新天地 我是建國高中曾正清老師 今天我們要上的課程是 選修數學以極限與函數 收課單元是 台北市立建國高中定期考 數學以的試題解析第四個部分 我們在前三個單元裡面 已經分別介紹過 單選題 多選題 以及填充題第一大題的四個小題的解法 接下來我們要 繼續挑戰思考的是 填充題的第二題跟第三題第四題 好的 我們來先看填充題的第二題的部分 好 題目是 如果Limit n 去近乘大 2 的 n 平方加 n 加 4 分之 n a n 加 1 等於 4 則Limit n 去近乘大 n 加 a n 分之 3 n 減 1 的值為多少 思考一下題目給前面這個條件 該怎麼求後面這個值呢 很重要 我必須提醒 n 去近乘大的時候 那個 a n 的這個相關的值 我必須求出來 才能解決後面 所以因此呢 在前面這個部分我們來思考 由於 4 等於 Limit n 去近乘大 2n 平方加 n 加 4 分之 n a n 加 1 我們分子分母 各位看就要同儲 n 平方 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 Limit n 去近乘大 分子的部分是 n 分 a n 加上 n 平方分之 1 而分母的部分是 2 加上 n 分之 1 加上 n 平方分之 4 那由於 n 分之 1 n 平方分之 4 跟 n 平方分之 1 這三個項目 在 n 去近乘大都是等於 0 的 所以原式可以化減成右邊 各位可以看出來 它的分母就剩下 2 而分子就是 n 分 a n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推論到下面這個最重要的結果了 好 這什麼結果呢 Limit n 去近乘大的 n 分 a n 會得到的是 8 好了 有了這個條件之後 我們來看題目的條件是什麼呢 因此 如果 Limit n 去近乘大 n 加 a n 分之 3 n 減 1 我們分子分母這個式子同除 n 我們可以得到是 3 減 n 分之 1 跟 1 加上 n 分 a n 那由於 n 去近無窮大了 n 分之 1 會等於 0 分母子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分母的部分呢 n 分 a n 剛剛已經得到 左邊這邊 就會得到是 8 好,帶進去 所以分母的部分就是 1 加 8 好,因此我們就得到 9 那 9 分之 3 我們就可以得到 3 分之 1 這題目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我們必須透過甜面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導引題目的思考 我想大家應該有這樣的幾個經驗 希望呢 學完這一題以後呢 大家能夠更有信心 來挑戰填充第三題 我們來接下來看一下填充第三題 好,它是循環小數 0.327 循環 是最減分數為多少 各位可以看出來 0.327 這個27的部分也就是說 會變這樣子 就 0.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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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去 那我們把它換成一個小數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這個小數該怎麼做就是這樣 第一個項是 0.3 再來 0.027 那每次呢 我們都會增加兩個0 再寫一個27 所以這樣一直下去 其實這個項目 各位可以看出來 它就是在黃色這個部分 它就是一個無窮等比極數 而首項是 0.027 而分母的產生就是公比 公比呢 就是百分之一了 百分之一 因為越來越小 那我們就可以整理出項 它就得到 0.3加上呢 1-0.01 這就是我們的公比 那分子的部分就是 0.027 這是它的首項 那經過化檢 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結果 那就會得到 10分之3 加上0.99分之0.027 那我們在化檢會得到 10分之3加上990分之27 也就是10分之3 再加上110分之3 然後我們開始可以通分 就把第一次呢 第一項呢 去乘上11 那我們經過化檢 就會得到 110分之33 再加上110分之3 等於110分之36 經過化檢 因為這個第三題 它要求要化成最減分數 也就會變成是 55分之18 有關填充第三題 各位要掌握的訣竅 就是無窮等比級數 該怎麼去求和 那首先很簡單 要先確定它 是不是無窮等比級數 它有無窮項 那麼從首項開始 它都有個乘上公比以後 會產生第二項 再乘上一個公比以後 會產生第三項 而且它的公比都維持一樣 它的公比如果在1跟-1之間 無窮等比級數才會收斂 像以這個題目為例 它的公比是0.01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之前我們所求過的 無窮等比級數的求和 就是1-公比分之首項 各位掌握了訣竅嗎 其實不難了 你只要知道該怎麼做 你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迎刃而解 我相信田中第三題 對很多同學來講 也許剛開始看0.327 這個27循環確實比較難 但是經過這樣的說明以後 希望大家都有信心 我們接下來要來挑戰填充第四題 接下來我們要挑戰的是 填充第四題 設無窮等比級數3加4分之3 加上4的平方分之3 一直加到4的n-1次方分之3 加上去一直加上去的 無窮等比級數的和是s 那什麼叫無窮等比級數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首項是3 接下來它的公比是1 4分之1 然後每一項每一項乘上去 要求它的總和它是s 而且它的前n項和為sn 如果把它當作前n項 那換句話說它就是 到4的n-1次方分之3 它的和我們定為sn 那如果無窮等比級數的總和是s 前項和是sn 它們相減的絕對值 小於10的3次方分之1 則n的最小正整數值 應該是多少呢 好,那我們給你一個提示 它說以至log2是0.3010 好,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這個題目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由於sn等於3 加上4分之3 加上4的平方分之3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sn 就是1-公比 公比是4分之1 首項是3 然後括號乘上 1-公比的n次方 因為它是第n項 好,經過化減以後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會得到4倍的括號 1-1-4n次方 那4再乘進去 我們就會得到是 4-4n-1次方分之1 那我們再來看 s怎麼求呢 s的求法 就不太一樣了 它就會變成是 1-公比分之首項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前n項和 跟無窮項的和 在無窮等比級數上來講 它其實是分子 是跟原來sn項和 是不同的 分母是一樣的 好,我們可以求出來 就是1-公比分之首項 也就是1-4分之1分之3 那最後答案就是4 然後我們再把sn跟s相減 就會得到是 4的n-1次方分之1 小於10的3次方分之1 那10的3次方就是1千分之1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因為它小於千分之1嘛 所以代表它的分母 4的n-1次方要大於1000 好,那我們都知道 4的3次方是64 4的5次方是1024 我們可以看出來 換句話說 1024就會比1000大 所以4的5次方 n-1等於5的話 n就會大於等於6 因此 n的最小值 就是6了 各位掌握了訣竅嗎? 正整數值如果是6 那我們就可以帶回去再做驗算 我相信對各位來講 無窮等比級數 是考試的焦點問題 希望大家能夠針對這些問題 能夠迎刃而解 我們這個單元的田中第四題就到這邊 希望各位能夠跟隨曾老師的腳步 繼續挑戰田中的後三題 我們下個單元見